要来看到台北市环保局 今天举办再生家具拍卖会 吸引不少民众到现场竞标 其中二手脚踏车最夯 现场150台 不到30分钟就被抢光光了 而拍卖会的重头戏 是有两座古董衣橱 不少收藏家都是冲着他们而来 底标是2万到2万5千元 最后喊价到4万一成交 民众热烈寒假 他就是冲着二手脚踏车来的 拍卖会150辆单车 不到30分钟全被抢光光 就连外国朋友也来抢便宜 专条知名品牌下手 一口气卖了五辆才花6100块 现场秀出他的丰硕成果 超级大丰收 我住在台湾五岁了 真的享受鞋鞋 这里很棒的价格 很棒 脚踏车专区 很多都售出了 我们九点半才来有点太晚了 除了一般的二手家具之外 你想不到的各种乐器 这里也都有 像这把古针 都还没开箱 民众就抢着寒假 反正350随便 古针一般的话 差不多可能要1万块以上 但整场再生家具拍卖会的 重头戏才正要开始 不少收藏家 就是在等这两座古董及衣橱 年份至少都超过半个世纪 敌标价2万到2万5千起跳 内行人抢得凶 铁了心就是要把他们再回家 有一个朋友就是买新家礼厨 我想要送给他当礼厨的礼物 因为他们也蛮喜欢 就是古董家具 我不晓得它的价值 就是一时冲动而已 应该说是比较古董吧 因为木制的家具 它会越来越少 再生家具回收再利用 环保局把别人的旧爱成了更多人的新欢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